有一座特别神秘的工厂 它没有浮夸的外表 也没有华丽的装饰 但它却有着悠久的百年历史 成都白药厂始建于1906年 位于成都市五喉区高攀路26号 这个厂是成都地区仅存的清末建筑群和洋务运动实务遗址 当时四川总督丁宝珍创建四川机器局分厂生产弹药 为了保密 故称为白药 白药厂办公楼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具有年代感的青灰色石砖 成花瓣散开的屋顶建筑 爬上窗户的藤蔓和红色的老砖 让这里别有一番韵味 如今的白药厂 已经聚集了一批先锋青年 他们重新改造了白药厂 赋予每一栋老房子新的意义 在青砖、红墙、绿植的演映下 有活力四射的体育运动项目 也有现代印斯丰网红建筑 在小巷里 有咖啡馆、画廊、花艺、桃艺馆等 充满艺术气息的商店 在这里可以一人、一书、一茶 敬享生活 也可以在画廊里寻找艺术的真谛 这些镌刻着工业文明发展进程的 老工业建筑 记载了城市的发展历史 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 兴衰荣辱 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未来 白药厂将继续补育城市的文创产业 为以后的成都留下它的现代往事